好 主帽 帶一關心 在中選會這邊的最新狀況 稍待會的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將會在11點的時候 來到中選會這邊來登記參選 同時也會帶著他的副手 一起來 而他的副手在稍早 夜經確定了就是由民眾黨 的現任立委吳新穎 來跟柯文哲搭檔組成 柯銀配 而且吳新穎會出現 外界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其實先前柯文哲就相當 的佩服這個吳新穎的外交長才 還曾經大讚過他 是民眾黨的蕭美琴 因為其實吳新穎 他的背景除了不只是 星光集團的長公主之外 擁有財經的背景 他過去也曾經在英國的國會 來當過助理 那先前就曾經在外交方面 表現得相當的亮眼 而且英文也很流利 所以深受柯文哲的倚重 那這一回他會出現 也一點都不意外 那其實柯文哲他今天 11點要來這邊 跟這個吳新穎來搭檔參選的時候 其實民眾黨這邊也是出動了相當多的支持者 包括是黨籍立委 還有這個黨團也都會來到現場 以及議員也都會來到現場 來幫柯文哲來讚蝦 那包括他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還有他的核心幕僚周渝修等等 也都會來到現場 而吳新穎他其實現年是45歲 平原報導指出 如果吳新穎順利的跟柯文哲搭檔 成為副總統的參選人的話 也將是史上第三年輕的部分 而其實吳新穎 他其實是在這個眾多的人選中來出現 那柯文哲相當倚重他的外交 以及財經專業 渴望組成柯營配 來跟其他的兩位候選人來較勁 以上就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在想法上 我請來一個男人 你也要贏的 她是很球蛋 你也要贏的 你也要贏的